七重感即使卷直全身 我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尖叫着不停地在空中上下翻滚 天旋地转之下 大脑一片空白 几秒钟之后 我才恢复思考的能力 我没迷怨顾清云 这个是迟早的事 向某些意义来说 它其实是在帮我 小战士说得没错 降落散是自动打开的 后来我才知道 我们所使用的是 固定开散系统 如果需要跳散人自动开散 估计我们大多数成为自由落体 我想 这也是机长同意跳散的原因 散衣完全打开后 下落的速度就放缓了很多 身体也恢复到了直立的状态 我几乎 抹不开眼 耳边都是风声 敷出去的气 还没到嘴边 就被吹了回来 闷在肺里被人窒息 不过最危险的一关已经过去了 我不由得松口气 低头看着下面 脚下白崖崖的雪山 好像一张 粒子不平的巨体幕布 无边无际 清重高原 不管怎样 我来了 我在身内边默念着 这时的心情难以形容 我苦笑着一下 开始尋找其他人 奇怪的是 我没有看到 才跳下去的人 于是抬头向上看 但是视线 被白色散衣遮挡住 什么都看不到 大概是跳山时间不同 飞机飞得太快的原因吧 我无心多想 高空中的气温极低 寒冷感压到一切 我将双臂 紧紧地环保在空前 不停地打着啰嗦 感觉自己就要变成一个冰棍 我环顾着四周 在此苦笑一下 半个小时前 我又在那迷远机舱里面 没有窗口 看不到外面的风景 但是这时 我已经成了风景 命运这件事 着实被人家 难以触摸 我低下头 脚下的雪山 已经离我越来越近 这时 我猛烟惊割 我以惊人的速度下跌 刚才在高空中 感觉不到下落的速度 现在来得近了 才发现 我正飞速 向雪山撞去 整个人一下就乱了 在求心本能的指配下 我不停地蹬住双脚 甚至快速上下 挥舞双臂 依求减缓下落的速度 脚下那个黑白双硬的山脊 到处都是果露的岩石 它们向上的断面 好像刀割一样锋利 向阳光的照射之下 闪着寒光 我应该怎么算 我不停地问自己 有生以来 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 没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种状况被人懊怒 但是你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才能够听天由命 我一直都没停止挣扎 但显然 这样做毫无意义 我无奈地看着脚下 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们一定可以活下去 以便突然响起 黄星利对我说的话 一闪那 我走回了勇气 我跟自己说 绝对不可以向命运低头 只要有一线的希望 就不可以放弃 哪怕 仅仅是将活下去的信念 坚持到底 就在这个时候 头顶 猛然传来一个声音 我十分之惊讶 连望側头 去听 我竟然 好像念经的声音 在我右上方 一个白色的散衣 就向我飘来 下面挂着一个人 一定是其他队员 我精神为之一振 背起眼 只寻一看 竟然是顾清文 他正向我招手 而且面带笑容 我用力揉揉揉眼 直咬地看着他 他离我越来越近 而我 很快就发现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现象 他竟然 可以控制自己的飘浮方向 我不知道 他是怎样做的 但他已经来到了跟前 两个散衣 几乎撞到一起 他将去嘴 对着我 不停地叫着 但是风声太大 把他的声音 撕成了碎片 听上去 好像是念经 在这种状态 在这种状态之下 他一定在说一件 十分重要的事 但是我一个字 听不清楚 我心急如焚 一边用力摇头 一边用手指 指指自己的耳朵 顾清文 立即更换一种沟通方式 让我打起手势 他上手 拿着 空前的两根白色棒 不停地上下比划 我看着一会 仿然大悟 他是教我 如何控制飘浮方向 原来 控制飘浮方向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调节 空前的两根 操作棒 就可以了 拉下左側操作棒 向左移动 反之 向右移动 比行路还要简单 但在这个之前 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这两根棒的存在 这个比我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感到后怕 生死 往往一线之间 整个人即时放松下来 做命运仍在手里面的感觉 真是好 我对着顾清雲点了点头 他使起大拇指 并示意我跟着他 向右侧的一个 铺满满滋雪的山坡 飘去 地面 撲面而来 被人 投云木烟 我在大陷中 绝一落 跌雪很厚 两个脚 一下子就插进去 脚底 撞到了坚硬的地面 幸好 即时的缓冲作用 否则 十有不久 会骨折 四面的风很大 散衣 还没落地 就又被吹了起来 震生了一股 向上拉的力量 我还没站稳 雙脚 便被抽了出来 整个人 被散衣拖着 在山坡下面滚去 我用尽全力 攻起身子 撲腾了好一阵 才停了下来 我用了死力 将四肢 全部插进 積雪里面 阻止身体 被散衣带着 继续往下滑 但是被人屈唤的是 降落散 固定在身后的安全带上 我根本 就腾不出手去解开散衣 身体 处于两种力量的平衡状态 动都不动得 我一抬头 就看到顾清云 她已经着落 就在我 正上方 十几米远的地方 而她的情况同一样 四肢 全部拆音色雪里面 身后的散衣 飘向空中 被风吹得鼓鼓 整个人看上去十分吃力 不过 就在几秒钟之后 也不知道 她是怎样操作的 散衣 一下子就和她的身体分离 避风 卷到了我的身后 我感到十分点屈闷 就在这里剁磨 这是什么回事 顾清云 就已经翻身坐起来 坐在積雪上边 向我滑离 眨眼间 就来到了我面前 我清楚地看见 在她的右手上 握着一把 明芳芳的匕首 我浑身打了一击灵 喂 她想怎样 她想做什么 还没等个细想 她是一日下 骑到我背上 我整个人 随之向下一跨 踢在積雪上面 我用力挣扎了几下 但是未能够将她牵下去 我转过头 看见她握着的匕首 向我身后钓去 喂 你是不是瘋的 我吓得一身冷汗 不要乱动 顾清云哭到 死死地把我押住 我整个人 在積雪上面 几乎动都动不了 只能够一个劲头 塞个满嘴都是積雪 这种感觉 被人窒息 我側头 用力挖出 追逻边的積雪 并将那些 来向头龙定的 硬吞了下去 然后将 所知道的粗口 全部倒出来 但是顾清云 根本就不理我 一直站在我背上 都不知道在做什么 我完全被她搞糊涂 只要问她在搞什么 她的脚抽身离开了我的后背 同时 原本散衣向上拉的力量 也消失了 我呆了一下 用力抹在下面 翻身踩了起来 只见散衣 正打着转 向山下飘去 原来 竟是误会了顾清云 我有点尴尬 联名讲声多谢 脸上 抹着师苦笑 这个人的行为方式 真是被人能以接受 顾清云 好像没事一样 只是看了我一眼 便仰头 倒在舌队上 闭上了眼睛 我又一次苦笑 这时 才感觉到 两脚 震得厉害 整个人 几乎去脱 于是 也跟着 躺下来 心脏 向胸膛里面 跳过不停 我看着天空 大口喘着粗气 慶幸自己 竟然还醉了 天空好蓝 云队压得好低 似乎伸手就可以摸到 阳光十分之强烈 射到人 眉不开眼 我索性 眉迷双眼 即是一种 懒洋洋的感觉 但是不到一分钟 我身体就僵直 整个人 眷缩在一起 动都不想动 寒冷 深入骨髓 我就像一个 冰冷的木偶 四肢和驱肝 被铁丝串起来 掉在胸中 如果没有外力干预 将会永远 保持同一的姿势 这个情况 非常危险 在极度寒冷的环境下 人体自我保护的机制 就会运转 其原则 是触大放逝 血液 只是供应大脑 和心肺 其他组织器官 将因为缺血 而开始衰竭 直至坏死 咬出了腹口 引入狼裙 我撼了一句 抹开了眼 这个时候 我必须被自己兴奋起来 面对新的生死考验 我跳了起来 开始围着一个圆圈慢跑 即说好心 根本就跑不快 力气 都融向 将两个脚抽出来 我不停地 抖动着身体 好像一个 做法的巫师 同时 搓油双手 用加快血液循环的方式 对抗自我 保护机制 顾清雲 亦都崩了起来 他跟在我后面 做起了全身运动 扔了几圈之后 身体 手黄断了一点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有几顶散衣 从天而降 留在我们下方的山坡上 我们快点过去 他们还没死 顾清雲 立刻向他们跑去 他跑得很急 我跟向后面 几乎连滚大爬 十几分钟后 我们聚集在一起 他们一共五个人 小战士也在其中 但是我没看到王胜利 我们互相看着 不停地傻笑 拥抱 能够在地面上 会绝见到地方 所有人都很高兴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 小战士 名叫李英龙 今年才二十岁 属于空军编制 是基租成员之一 李英龙 告诉我们 飞机在发生机系故障之后 到航系统 也出现了问题 而在我们跳伸之前 飞机就已经偏离了预定的航线 虽然基租人员 发出了求救的讯号 但是我们现在 距离求救点比较远 研究人员 很能发现我们 李英龙又说 我们的位置 应该是在清重高原的东南部 但是具体座标 他都不清楚 我放眼望去 只有白岸海的积雪 以及那里的黑色岩石 如果被困在这里 不准凍死 也会被饿死 李英龙还说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等对救援 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 活着走漆青藏高原 而且 我们只能期待 飞机救援 如果救援队 逃步而来 我们 早就变成了标本了 李英龙同时说 即使是飞机来了 也只能投下一些物资 这个地方 绝对不可能起降飞机 我们必须 托着沉重的物资 用蚕食搬的方法 扣双脚 走到人类居住的地方 李英龙 所以遲点死 我才送他口气 他总算说了一句人话 我们一刻都不想耽误 立即去尋找物资 顾清雲 提议到山顶上去 他说这样 可以给视线 尽可能的宽广 发现物资 和其他人的概率 也会比较大 顾清雲说完 首当其冲 向山顶走去 我们紧跟其后 其间 没有任何的停留 一股酌气 爬到了山顶 站在山顶 我们分散开来 每个人 负责观察一个方向 我满眼都是雪山 层层叠叠 无边无际 随此之外 什么都看不到 但一个 从河南来的队友 没多久 就叫我们过去 在他脚下的山坡上 有几个黑点 还在缓慢地移动 还有人还没死 顾清雲说着 人已经扔了下去 半个小时之后 双方碰到在一起 对方一共是六个人 全部都醉生 但其中两个 躺在雪堆上 身体卷縮 面色苍白 不停伸任 我问是什么回事 旁边有人说 是在着落时 撞到了岩石上 脚部骨折了 我看着他们 心 一下子沉了下去 这个情况 无疑在雪上加霜 果然地区的身体环境 太差 他们必定恐多吉小 对于他们的遭遇 我感到无能为力 只能够 在身内跟他们打气 然而 顾清雲 却立即采取了行动 他抹在他们身边 逐个用双手 去游链他们的大腿 手法看上去非常的专业 感觉 在他做体外的折骨手术 两个人痛得一面的冷汗 紧咬牙关 差点无哭出来 我低头看着 感觉自己的双脚 都好像痛了起来 就把头 扁向了一边 不敢看 很不容易 搞定 顾清雲 就在自己身上 撕下来几张布条 和他们进行了 简单的脚步捆扎 在这个之后 顾清雲 又将其中一个双员扶起 背靠在自己的空前 双手 用力搓油的全身 我猛然反应过来 立即按照顾清雲的做法 帮另一个队员 搓油全身 这样做 可以加速体内的血液循环 没多久 两个人的状况 就有所好转 面色红润起来 表情也都没那么痛苦 顾清雲看着其地 好像松了口气 他提出留下四个人 按照他的方法照顾相缘 其他人 继续尋着物资 和其他人 顾清雲同时告计说 我们必须找到物资 并且要在太阳下山前 返向这里 在高原地区 晚上的气温 会下降到零下二十几度 就凭我们现在的装备水平 没人可以看到明天的太阳 说完 他望向了李英龙 李英龙摸着头 想着一阵 抬手指着一个方向 我们向那边走 一路上 我们走得十分艰难 风 外面上 好像刀割一样 大多数的地方的积雪 已经慢过了七头角 那些果路的岩石 冰冷 而坚硬 很难攀爬 一路上 除了艰难 我们走得 还十分沉重 我们先后遇到了六名队员 但是都已经牺牲了 看来是着落那阵 撞到了凸起的岩石 倒着内出血 看着已经死去的人 我们除了默默低下头 其他什么都做不到 甚至是掩迷尸体 行完默哀礼之后 我们选择 继续前进 并将他们围望 我越来越担心黄胜利 心里 一直想着 他临别时对我说的话 我们下面见 但是他 又在哪里呢 接下来的路程 沉默 始终伴随着我们 我不时 望着远方 不知道 那会是一条生路 还是一条死路 不过好处的是 中午过后 在一个合宅的山河里面 看到了几个 黑色的包裹 搬迷在 后后的迹雪里面 看到那些包裹 然后 我们集体 我们集体呆了一下 然后 好像狗一样 向他们 撲去 我们 跌得很快 一路上 不停地跌倒 全身 占换了一只迹雪 好像一个雪人 一个人有六个包裹 我们看着他们 我们看着他们 旁边 有人 轮轮自语了几句 然后 一个个 我狠狠地 扑了上去 接连有四个包裹被打开 我急不可耐 探头往里面一看 结果差点吐血 包裹里面 装的都是 虎口仪器 没有一样 可以吃的 而且他们 已经被跌到 七零八散 各种零件 混在一起 没有一件 是完整的 我无力地站起身 低头看着那些垃圾 不如得 倒吸口冷气 转头看着李应龙一眼 然后 全身打了个冷战 深想 这个臭小子 不会真是个决心眼的吧 李应龙面色苍白 刀狼说 团长说 这些都是进口货 每一件 都可以顶得上 几百斤粮食 我无事好说 身里面 只想咸 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形容 李应龙不敢看我们 紧跟着 又打开一个包裹 我里面 看着一眼之后 大叫 这里面 有食呢 我有点不相信 立即 立即 扑出去 用身体 撞去李应龙 雙手 排在包裹口 就看到 满眼的压缩饼肝 我喜出望外 伸手 又往下边逃了逃 竟然发现了棉大衣 竟然发现了棉大衣 大概数了数 有十几件 那么多 我抬头 仰望天空 深话 导实保佑 李应龙不是个傻子 有两个队友 合掌败了败 然后 十分谈慎地 打开了最后一个包裹 结果显示 我们运气不错 里面 是两顶帐 和大量的照明截备 所有人都欢呼起来 我们围义在这个包裹里面 不停地笑 不停地流眼泪 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压缩饼肝 棉大衣 和帐篷 这些东西都不怕跌 而照明截备 已经不同程度选为 手电筒的情况 更好 只要是煤油灯 灯就 大多跌烂了 油也都写了不少 而顾青云 认为它们还可以用 只要收一下就可以 李应龙如释重库 长出一口气 但他不确定 这些物资够不够用 并提议继续去找 但顾青云说 我们现在必须要返回 否则留下来的人 必死无疑 等明天天天亮 我们最初去找都不迟 我有一点抗拒 就问顾青云说 其他人怎样 就算了 他看都没看我 说 祝他们好运 我看着顾青云 最终选择了收声 其他人也都默默无语 祝他们好运 这是一句 流着酸血的祝福 好像永别赠言一样 我们不再停留 全部都穿上了棉大衣 再将那两个包裹 紮好 轮流拖着他们 往回走 一路无话 当我们 在这里留下来的人 那时 太阳已经下山了 他们在好远的地方 就跑了过来 在看到那两个包裹之后 激动到 连眼里都流下来 天黑之前 我们根据顾青云的建议 走了一段距离 找到了一块 凸起的银石 在背方面 带去了一两顶帐篷 我们分成两组 帐篷搭好之后 就都捐了进去 将自己 固在棉大衣里面 紧紧地扣在一起 相互取暖 顾青云说的一点都没错 他好快 就收好了几顿梅油灯 他在帐篷里面点上了 吉红色的火光 充满了整个帐篷 新人感觉温暖 但我的心 却是凉的 身里面 想着失陷的队员 不知道 他们现在怎样 天黑下来 外面的风 好像巨大的鞭子 不断地抽筷着帐篷 啪啪作响 我身里面倒得慌 就捐出帐篷 找那些队员 但是不到一分钟 人就顶不顺 这个时候 我才完全明白 顾青云 怎样要选择放弃 睡觉之前 我们吃了些 亚叔饼干 因为没容器 没能够烧水 我们只好将雪 含在嘴里面 等融化之后 就慢慢吞下去 每个人的嘴里面 都顾到鼓掌 我们看着对方滑溪的样子 都笑了 花口堆里面 并不是都是专家 比如 有个在江西里的队友 还提出了他的担心 这个地方到一晚上 会不会有野兽 我一听就笑了 顾青云对他说 这个地方的海拔 超过六千米 如果遇到会动的 那一定是鬼了 那个得到这样的答案 面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放心了 闭上露出了 闭上眼 就睡着了 我都累到不行 生理上 和心理上的 双束绝磨 被人去脱 我刚闭上眼 就睡了过去 什么都不知道 等我醒来那时 天已经光了 我用力 悠悠面 走出了帐篷 看见有几个人 静抬头 望着天空法外 我走上前 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我们不知道 自己还可以坚持几日 如果救援飞机 不可以及时赶到 我们被 跌下来跌死的那些队员 也好不到去哪里 几个人 同时 叹了口气 很有种 听天由命的仓碑 这种感觉 非常不好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等待 而这个 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这阵时 顾清雲走过来 拍拍我的肩膀 我 我们好好彩 比那些 已经死去的人 我们还可以等待 奇迹发生 我点了点头 看着他 什么都不想说 刚吃完早饭 我就感到一阵头痛 等接着 很多人 都出现这种状况 顾清雲说 这个是高原反应 往往 会出现 到了高原的第二日 只会坚持几日 这种症状 就会自动消失 我们看着他 全部都摇头 谁知道我们 还可以坚持的人 吗 紧咬牙关 拖着酸痛的身体 我们出发 坐食山空 等同于自杀 不过 是不是可以找到其他生还者 谁都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知道 那种可能性 是极其渺茫 出发前 顾清雲 提出 换换沉走的方向 他说我们 应该抗低搜寻范围 这样遇到物资 和其他人的可能性 会比较大 我们照他所说的做 但是 这次的问题 不是几好 中午过后 依然一无所获 只能够选择返 这种沉走方式 效率极低 被人为之崩溃 想太阳落伤之前 回到营地 我们就必须 用中午时范返回 整个下午 都能走回头路 只能将希望 祈祷在明天 躲着疲憫不堪的身体 当太阳西下的时候 我们终于看到了 远处的营地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队伍最前面的顾青雲 却停下了脚步 我以为他走不动 再来到他身边 问他需不需要休息一下 顾青雲摇摇头 指着左侧 一座高冲的山峰 说 我想去山顶上面看看 那里海拔高 或者 会有发现 我抬头一看 却不如得呆住了 顾青雲所指的 那座山峰 形状 十分古怪 好像一个驼峰 中间 小只一忽 立下眼 好像被一头巨羞 咬了一口 顾青雲可能见我没有反应 又重复了一次 说 我想上去看看 李英龙 李英龙走了过来 他坚决反对顾青雲的想法 他说 时间已经不够了 如果我们现在上去 就在山上边过夜 顾青雲没理他 一直 都盯着那座山峰 李英龙 看他十分坚决 根本劝说不动 就摇摇头发 那啦 我们明天再上去看看 顾青雲 又看了一阵 低下头 默默地向營地走去 我看着他的背影 心里面 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这个人的思维方式 有点特别 有时候 被人感到难以接近 真是一个怪人 我不如得摇摇头 跟着上去 留守在營地的人 已经在帐篷外等候我们 看那个 跌脚张望的样子 已经是 望眼欲穿了 我们什么都没带回来 只好冲着他们 探去双手 他们什么都没说 把我们拉入了帐篷 随便吃过晚饭 所有人都没在帐篷里面 为了缓紧压力 我们彼此 那两讲各自的情况 有一句 没一句 聊自己 但没维持多久 就全部都睡着了 半夜的时候 我醒过来一次 梦胧中 听见顾清雲 翻了几下身 好像没饭着 我看了一阵 自己都翻了个身 继续睡了 日出的时候 为了继续生存 我们又要上路了 但在出发之前 李英龙提出了换人的建议 他首先问顾清雲 甚至休息一日 但立即遭到拒绝 顾清雲说 自己还有力气 他接着又来找我 我这个人 姓紫吉 没办法忍受 抹向家 等消息的那种煎牛 还没等他开口 我就吐着牙跟他说 我有的是力气 结果 李英龙问了一圈 没人愿意留下 原本人马 又再次上路 营地所在的位置 海拔 被那座山峰 低了两百米左右 我们想要到达那里 就必须先往下走 大约一百多米 山和山之间是相连的 但并不是顶部联盟一齐 当然 上面所说的高度 只是垂直距离 实际要走的路 远不止这些 接近中午那时 我们终于 抵达山顶了 但我实在走不动 红后 好像贴着一层 密集的铁丝网 只剩下喘气的力气 其他队友 也都累到不行 我们陆续坐下来 为了顾清雲 没停下脚步 他摇晃着身体 继续向上走 抵达山顶之后 他们伸直一房 不见了 我们继续在原地休息 我以为顾清雲 很快就会回头叫我们 但是等了 足足十几分钟 都没见到他的影 我坐不住了 起身向山 起身向山顶走去 其他队友也漸漸跟了上来 而当我 来到山顶 看见顾清雲 正背对着我们 强山顶的另一侧 低头向下看 顾研究完 我叫着一声 他没转头 似乎根本就没听到 我感到诧异 为了走到他身边 结果 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依然低下头向下看 我十分好奇 顺子的目光看去 就向他一闪那 我整个人都僵直了